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只需要用洗头水之后再加护发素 那些素也可以做到很干净 这个就是我们稀释了的洗头水 拿适当的份量 接下去之后 我们直接把素放进去 这个过程很简单 我们不断这样做 记住放进去时不要浸素 因为浸素很容易将鲸液在这个位置 所以当你放进去时 如果像这样 你会看到有气泡的话 其实水已经在进去 所以就不建议这样做 所以一放进去时 我们就要直接搅拌 当然有一些积极可能会比较难洗 我们可以用手轻地搅拌 搅拌完之后我们就搅拌清水 搅拌清水可能就搅拌两至三次清水 或者它可能有少少这样做的搅拌的动作 都可以令到那些鲸液可以走出来 之后我们用毛巾 先刷干了你们的刷 刷干完之后 如果你想你的刷就滤身一点 其实像我们人的洗头那样 我们加一点护发素 然后轻轻搅拌 搅拌完之后我们可以等它一会儿 之后我们再搅拌清水 搅拌清水之后 我们现在搅拌很多水 记住我们可以用毛巾 轻轻搅拌清水 轻轻搅拌清水 搅拌清水之后 其实记住 大家不要把刷是这样浪干 因为你这样浪干的话 很容易把水倒半了 所以你的水就会在里面 有时候有些人说 为何洗完刷之后 这样闻好像有一股熟味 或者有一股古怪的味 其实可能你里面有减水 那便会里面有细菌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这样 当然市面上 现在也有一股熟味 可以这样细菌 也没问题 但如果我一次洗几下 的话 这股熟味就未必可以了 所以我们可以拿一个桌 或者一个箭 这样 把它拌均匀 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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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已经可以了 记住 所以我们放的时候 就不要这样平摆 因为平摆的话 如果你的刷本身形状是圆的 你的刷的形状就会变形 所以我们是凌空地放 其实是最稳定的 洗刷头一两次 因为我们所有的刷 是经过漂染的过程 如果之所以 当你这样在毛巾上面 放 如果是脱色的话 头几次也属于是正常的 但是 如果你洗了20次以上 都是这样的话 其实都不关毛质事 可能本身的链子 那个质地 就可能未必去到 那么漂亮 但是不会影响那些毛的 所以 大家用的时候 留意一下 设计 我们不要把毛巾这样放 当你这样放的时候 可能你不想刷到的话 你的毛就会开叉 所以就好像这样 应该大家都看到 有点开叉 那千万不要放 那凌空这样放 其实我们很ok的了 那记住 我们都会在一些 陰凉的地方 不要晒它 因为晒它很容易 令到鼻子会变硬 也都不要用风筒出去 因为有机会 令到鼻子会变形 而且硬度 会提高了 不够柔软 所以我们正常自然风干 那当然 软处你可以放些初湿机 或者是放在冷气机附近 软一点 那就可以令到它快点干 所以平时大家 洗手的时候留意一下 动物毛巾的话 其实如果大家 为了卫生清潔 其实大约可能15人左右 就要洗一次 那记住 有空洗手了